即将崩溃。俄罗斯是否真的已走投无路?西方,普京将面临巨大危机。 图维俄总统普京。 近日,西方媒体报道声称俄罗斯的股市在近期出现暴跌迹象,并打破俄罗斯有史以来的暴跌记录,而这一情况被认为是俄罗斯的经济即将崩溃,而这一情况与前苏联在解体前出现的经济危机十分相似,或即将面临解体。 那么俄罗斯是否真的已经走投无路了呢?对此有西方经济学教授指出,虽然俄罗斯总统普京将面临这一巨大危机,但是相信俄罗斯国家堵马已经做好了各种应对方案。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经济学教授指出,虽然普京在今年三月成功连任时发表的讲话中曾提出,要在未来让俄罗斯人均GDP增长50%并降低贫困率等一系列的经济目标, 但是在笔者看来,俄想要在西方不断增强的经济制裁,而国际石油价格又一直的低位徘徊的情况下,俄罗斯的愿望将很难达到。 图为俄罗斯的航母。 但是,话又说回来了,战斗民族的绰号可不是白德的,这从二战时期苏联东线战场残酷的争夺中可见一般。 那么,经济斗不过西方,换成俄罗斯的现在的军力,其又有几分胜算呢? 事实上,笔者认为,俄罗斯的军力是受死的骆驼比马大这句俗话最为合适的例子。 从多年的军事实力排名来看,其却还能牢牢占据住第二名的位置,这就充分说明了俄罗斯连波劳尹,却尚能一战的底气。 例如俄海军目前拥有40多艘的战略核潜艇和攻击核潜艇,这个数量不得不说还是很让很多国人羡慕的。 此外,俄罗斯拥有了约7000枚核弹头。 虽然说这个杀手锏可能永远不会使用,但是其却是实实在在的威慑存在。 图为俄罗斯的苏副35战斗机。 此外,人们常常会被俄罗斯强大的和力量而吸引目光,往往忽视了俄罗斯的常规军力。 例如,俄罗斯拥有了世界上规模最为庞大的地面装甲部队,装备有近2700辆各式主战坦克,而且仅仅T-72坦克就拥有了7000多辆的封存数量。 另外,俄罗斯近些年来也推出了多种新型地面装备,T-14主战坦克,台风装甲运输战车,回旋标步兵战车等。 所以俄军地面部队的战斗力还会继续增强。 此外,在空海军方面,俄罗斯虽然囊中羞涩,但是这些昂贵武器装备更新换代工作却神奇地坚持了下来。 新型预警机,新型运输机和新型轰炸机的研制首飞,苏负57的接近服役,苏负35,苏负34的大量装备,新型核潜艇和核武器的研制试验工作正在逐步推进,还有传说中的领袖级巡洋舰。 虽然进度缓慢但是还是有成绩的。 俄军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进步的,更何况还有叙利亚战场的这块磨刀石,所以还是尚能一战的。 这也是俄可以用于弥补经济方面底气不足的最大砝码了。 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想要通过严厉制裁俄经济的方法,还知解俄罗斯的想法还是太年轻了。